台湾首艘国造潜舰 28号完成命名下水仪式 我要谢谢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用不同的方式提供协助和建议 总统蔡英文特别感谢海外盟友 透过公开出席的人士就能看出端倪 AIT处长孙小雅女士 召集人黄树光就曾透露 只有美国能替相关技术持有国 阻挡来自中国的正经压力 说服各国对台湾技术输出 会后AIT处长孙小雅也颇文 强调美国会持续协助 强化台湾自身防卫能力 除了美国这号人物引发关注 驻台北韩国代表部代表李英浩先生 韩国代表罕见出席仪式 似乎印证浅见国造过程中 不断传出受到韩国顾问和工程师大力协助 知情人士透露海昌工厂内的文字 是中文英文和韩文并列 显示韩国在这之中扮演的角色 日韩都有骇人出席 和AIT处长并领而坐 合照时也站在第一排 重要性不言而喻 受限于技术的合作 以及外交的关系 他们或许没有办法 直接受台湾这个陈上的浅见 透过这种技术转移的方式 技术合作的方式 就是现在各国对于中共的一个威胁 是有相当的关注 同样的他们也会希望让台湾拥有水下战力 来去面对中共的一个威胁 工友不只协助台湾达到潜舰 未来海昆号规划配置18枚MK48重型鱼雷 能把潜舰炸成两半 最高时速达到55节 时速40节的状态下可达50公里 美国预计2025年下半年交运台湾 海昆号的诞生 象征美日韩等国携手铸台 一张大合照 一切尽在不言中 三里新闻商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